要把它補齊齁 然後齊末草要交作業 好現在翻開第12頁齁 第12頁 我們現在開始講熱 什麼是熱呢 記者你的作業我還給你 什麼是熱 我知道 熱的是一種能量 熱的是能量 都會讓我想要脫衣服 所以熱會能量可以 那冷就是什麼 冷我也知道 冷是什麼 它也是一種能量 它好像不是能量 冷是沒有能量嗎 冷 所以熱是一種能量 那冷呢 冷是一種沒有能量的代表 沒有能量 沒有熱 沒有熱 冷是沒有熱 然後熱是有熱 對熱是某種物質 我熱很多 所以我溫度很高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那我熱很少 就是溫度很低 來我把太陽關掉 把太陽關掉 那你看喔 我實在跑 不然人家高不高 蛤 我實在超能量不高 它沒有能量 為什麼沒有能量 因為它沒有熱 因為它沒有熱 它沒有熱 沒有熱 沒有熱 可是它熱的地方你摸摸 這部分我們其實 講這個概念 那時候在講這個物質三態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聽過 你記不記得 物質三態 為什麼從物態 變液態 變氣態 能量 能量 就是他們相愛 永遠不相愛 他們超級不相愛 OK 但是這個相愛不相愛 為什麼 因為我好好熱 不是 你愛 請說好高 不是 不是 我跟你們說什麼 沒有說過 但是 在我們 人類的感覺裡面 它是一種溫度的感覺 它是一種溫度的感覺 結果很像 他們怕熱 是很怕熱 OK 他們看到這個 很怕熱 對 這是一個說法 不能說錯 但是 溫度的感覺 什麼溫度的感覺 感覺有時候 像我們你看 同樣這種天氣 今天穿最少的 應該是 阿普 穿最多的 應該是 猴子 或者是 羽絨穿最多了 那就這個房間來講 女學 這個地方 比較陰暗一點 不是因為羽絨的關係 是 這邊 這邊 比較陽光一點 比較熱一點 因為這邊靠近太陽 那我呢 那邊非常陰沉 沸騰的 沸騰的 我這麼陽光 這邊非常陰沉 我只是在我們 那邊沸騰的 非常陰沉 好 所以 那是用感覺 我們 有時候從室內走到室外 會突然覺得很熱 會從室外走到室外 會突然覺得很熱 或者是說 以前洗澡的時候 有可能把水 澆在身上 我曾經這樣做工 我洗澡的時候 我洗澡之前 我腳一天泡熱水 我就把那個 腳 泡泡熱水 然後洗一洗澡好一點 我在洗澡的時候發現 我熱水澆去 我上面 身體覺得是熱的 結果腳就覺得是冷 我腳沒有直覺啊 因為腳剛泡過熱水 那個熱水比我澆上去的水還燙 所以 那個水流到我腳的時候 腳就是冷的 冷的水吧 所以你會覺得說 那種感覺 同樣那個水 可是對你身體來講 你又有不同感 沒有那個 那個 熱水比較矮 會轉熱 然後上半就空了 然後 下冷水的時候 就 下面好冷 上面好溫暖 OK OK yeah 這是一種感覺 就是 你同樣的這個冷池的時候 你身體會剛剛泡過熱水 所以你會覺得冷水很冰 可是你身體呢 剛剛是在水上面 你覺得是冷的空氣 所以你這樣冷池的時候 上面就覺得不會太冷 那個很麻煩 泡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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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溫度呢 對溫度是我們對 溫度是我們對 溫度是我們能用感覺 我們覺得它熱會覺得溫度 但是你不能用感覺 來決定它的溫度高低 我們不能完全用感覺來決定溫度高低 那溫度確實 冷跟熱的部分 它確實是能量的表現 這種能量的表現 但是不是絕對的喔 有時候能量很高的東西 它不見得表現出來 溫度很高 譬如像石油 汽油 我們去買汽油 汽油的能量高不高 不高 汽油能量不高 你加汽油跟它的車子跑到你 然後呢 它的量就是很低 還是可以滑滑加多一點 汽油能量這樣高 一公升汽油可以讓這麼重的一部車子 可以跑至少三公里 一公升不止三公里 一公升應該是12公里左右 一公升的汽油 一公升更多一點點一公升的汽油 可以讓這麼重的一部汽車一頓多 加上人都在1.3噸左右的汽車 可以跑12公里 能量非常高 可是你拿到一桶汽油會覺得 喔 它好燙喔 因為它能量比較爛 不會 因為它能量是儲存 它是化的漸減裡面 那這溫度不見得是跟能量相關 那我們不知道這溫度怎麼表現 像溫度是來自於 一個物質裡面本身分成的振動 我們講過了 因為它能量跟它動的越快 給它能量跟它動的越快 所以它結得快封解 封解回頭它就開始流動 變液體 你再給它能量讓它動得更快 你再給它能量讓它動得更快 跑不去了 跑不去了 變什麼 變氣體了 對不對 它本來是組合得很好的動 比如像這個鐵 它本來結構很硬啊 結構很硬 大家首先手都拉到好好的 你就把它搖搖搖到碎掉 我沒有辦法 我能量不夠 可是呢 我如果給它加熱 能量一直傳遞給它 能量一直傳遞給它 它的分子開始一直震動 震動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就開始鼻子之間就會像剛剛那個虛部講 能量越高 我動來動去動得受不了 手牽到牽不住了 牽到手斷掉 我開始移動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手抓就掉了 它可以只有移動了 只有移動的時候 它不叫手放 它是手放開而已 手放開 它手不開 它這個 手開始移動了 就流下來 流下來變液體了 那你的聚加熱呢 能量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能量越來越高 然後把它放進膜子裡面 然後打滅 跑不去了 那是你用降溫的它 才會變物體啊 如果你沒有降溫的話 聚加熱它就氣化了 它就飄了 它就噴出去了 哎呦 它就不見了 所以 這個 冷跟熱的過程當中 是要到農量 熱到冷的部分 是我們把能量拿走 它能量被拿走的時候 能量沒有了 沒有的時候 它就不會那麼 震動那麼快 它真的有蠕對的 蠕對的 蠕對的想到 手跟手牽在一起 就變蠕對的 然後蠕對的 不是手牽手 它不是被手掛靠 這樣講也OK啦 那誰有手掛 誰有手掛 隨便啊 誰有手掛 都是鐵啊 哪個鐵有手掛 不重要啦 上課 鐵的手掛 它們裡面就是 手掛扣在一起啊 都是鐵做的 所以 熱能 是一種能量的表現 但是 我們能感受到溫度 溫度是一種相對性的表現 那問一個問題 我打開冰箱 有時候打開冰箱 看到有一股煙 像是煙是往裡面跑 還是煙是往外面跑 那是往下面跑 往地板 蛤 往地板跑 往外面然後 往我身上跑 所以你覺得煙是往外面跑的 沒有啊 沒有覺得煙是往外面跑的 我如果溫度 溫度 會看到一針煙 一針煙是從我嘴巴噴出去的 還是從外面 飛盖我嘴巴 蛤 然後嘴巴要噴出去 哦 你只是傳避能量 然後那邊的水燈機散掉了 水燈機散掉了 你突然我偶爾想講出了一個 他聽不懂我快一點 散掉了 所以它煙不見了 還是怎麼樣 散掉了然後直接煙 OK 好 我們來想一想 我們人今天是吐空氣的時候 因為我的身體比較熱 相對外面的空氣是比較暈的 我吐出去的空氣是比較含有水分 因為我裡面很多 我的肚子啊 背鋪啊 口腔裡面有很多水 對不對 這水在我的口腔裡面是讓你變成熱熱的水氣 可是這水其實是看不見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話 你看到我有沒有很多吐煙氣出來嗎 沒有 可是這身上還是有水氣喔 我現在講話 還是有水氣 水氣還是會出來 可是你看不見 因為它是氣體 因為它是氣體喔 你看不見的 可是呢 如果外面現在非常冷 這個冷能夠讓這個水氣 瞬間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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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跑進廁所淋結 瞬間淋結 這水就瞬間淋結 它就變成小水滴 它變成小水滴 然後就下雨了 這小水滴就被你看見了 這是煙 就白色的煙 就白色的煙 被看見了 像是被看見了 所以說 你看喔 我朋友今天講話 空水耶 這個煙 還是煙 我是水滑嗎 太誇張了吧 這個煙跑出來之後 我這整空氣 外面都整空氣啊 外面都整空氣 好 我的嘴巴自己感性 這邊是熱的水氣 熱的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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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頭 熱水氣 這是熱的 這是熱水氣 熱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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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放到外面的冷空氣 熱水氣 這時候能量開始做交換 能量開始做交換 能量做交換呢 通常我們講說 能量從來 熱到冷的地方流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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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讓你從冷的地方傳過來 是讓你交換位置 沒有交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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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在傳遍耶 沒有交換位置 可是這根 你聽我講 這根我聲音傳過去那個耳朵 我這根空氣 我們傳過去 我們跑過去 他們沒有啊 你忘記了 我在這邊講話 喔對嗎 戒指不會移動 戒指不會移動 我在講話 你會聽到我的聲音 是因為我這邊的空氣 跑到你的耳朵去 不是 還是我的空氣 這都滿滿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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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都滿你的耳朵 對啊第二個 我感覺到空氣 第二個 不是空氣啊 你跟我講話的時候就 你會覺得很噁心 那你會覺得很噁心 喔 好噁心 所以就會想著 對阿 所以你感覺很溫溫的 什麼溫溫的啦 你覺得溫溫的 是因為我講話 我的 我的 語句非常溫溺 你的內心量 會讓你覺得很溫暖 讓浩群感受到溫暖 看你是沙漓在庫裡上 這個冷熱交換的過程當中 能量從熱的地方游出 或從冷的地方擴散進來 但是開啟這邊的空氣 覺得溫度降低了 溫度降低一樣 同樣水氣又添添成水滴 所以那邊小小的白色的 我們就看見了 我們就看見水滴了 超小空滴 所以這能量的流動 所以我們通常來講 看到的是 我假設一杯水放在空中 熱水 一杯熱水 放在空中 一成一達的熱水 放著 它慢慢的會怎麼樣 它慢慢的會變冷 會變冷 好 請問這個過程當中發生什麼事情 在過程中裡面 冷空氣對熱水加壓 冷空氣對它加壓 是加壓嗎 不是加壓 交換成這樣 不是交換成這樣 冷的空氣 把冷的這個能量傳遞進去 然後熱的能量傳遞出來 你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剛剛講過了 溫度降低有震動的象徵 也就是說 這一杯水裡面的分解 像這麼大的震動 這麼大的震動 它會震得到杯子裡面的分解 開始這麼大的震動 都是這麼特別的震動 所以是外面的空氣呢 現在還沒有溫度嘛 所以它都會輕鬆輕鬆 所以它就像玻璃被一碰到的時候 哇 你震動之後 我就跟著震動這麼大 對不對 震動就傳遞出去了 就是空氣 震動這麼大 旁邊的空氣也被跟著震動這麼大 喔 太喘了 所以說還是震動 你轉太快了吧 這個還是震動 空氣 震動 然後那個 那個空氣就會這樣 看起來有點 對 這個震動可能頻率非常高 你可能看不見 因為它是分子非常小 你也看不見 那個還是 我的一方面 對對對 那你講的是 那是這種 那是這種氣流的流動 氣流的流動 會覺得那種 它流動很快嗎 空氣中 快跟慢又是相對的 這個頻率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慢的 它的流動是比較頻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 東西在變形凹曲不平 會扭曲 會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 班子震動是非常非常快 就像我今天講話 請問一下你有看到我的 講話旁邊的空氣在震動嗎 沒有 從未來都看得到 有 我看到 我也有看到 沒有 笨蛋 對不起 我為什麼沒看到 沒有 等一下 不是你決定這個 這次不一樣 這次有笨蛋來看人家 呵呵 你是從未來都看人家 不會 我看 只有笨蛋來看人家 你看見的嗎 OK 非常好 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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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這個震動 這個溫度的震動 事實上我們眼睛是看不見的 只有少數例外的人看見 然後呢 這個震動呢 還會讓你震動傳遞過去 傳遞過去 這樣它就把能量給傳遞過去 這要畫面看得見 同樣的也是 這個能的能量也可以 有點相對來講是 互傳 閉嘴 因為我這邊震動很小啊 你震動很大啊 可是我不喜歡震動那麼大 所以我一樣震動很大的 會取得一個平衡 是不是 我根本人震動很大 我根本人震動很小 兩個在碰在一起之後 會相對來講 取得一個中間值 那個震動比較小 就會卡到震動比較大 就咚咚咚咚 對對對 事實上這就是這樣影響 所以我一杯熱水 一杯熱水倒在一起之後 溫度會變怎麼樣 假設水量比較多 假設水量比較多 一杯是100度 一杯是0度 倒在一起會變幾度 溫溫的 差不多50度嘛 是不是這樣 我洗手的時候熱體器打開 熱水很燙 我不想洗這麼燙的水 我怎麼辦 加冷水 什麼 給它加壓 加冷水嘛 攪拌攪拌攪拌 它就變比較嫩的水 我就可以用 對不對 所以 這是一種影響 對 好 那我們過去有聽過一種 叫做熱障你說的概念 聽過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聽過 你先聽到人 要解釋一下怎麼樣 熱障你說 怎麼樣熱障你說 我知道 遇到熱了就會變大 遇到忍的時候 就睡覺 起來了 你上課上課 你講說不可以躺下來 上課說躺下來 我說是桌子 你起來啊 只是這樣子嗎 不是嗎 我怎麼感覺上是躺下來 好 不要躺下來 蛤 蛤 蛤 先生 那你不要趴著 先生 不要趴著 你不要趴著 你要不要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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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趴著 熱熱的時候 它會噴死一個 要趴著吃一個 它冷的時候 就會變霧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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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下去眼睛噴 然後就對著臉噴 要上冷的時候看這個 這個天氣應該就會突然間 都覺得驚醒 來 想一下 什麼叫做這樣子做 小慧說說看 好 在熱的時候它會 分子會 造成 有一點過分 是嗎 繼續寫視頻 乾淨繼續寫視 轉眼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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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遇到冷的時候 就收縮一下 OK 簡單來講像 遇到熱的時候 它溫度變高了 它就在膨張一點點 遇到冷的時候 它就收縮一點點 基本上所有物質都這樣 基本上所有物質 大部分你從他的物質都 轉眼鏡 轉眼鏡的物質都這樣子 有什麼不是 水不是 而且水就在很低溫很低溫的時候 不是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都是 大部分的時候都是 就是水20度跟水40度 所以體積比較大 怎樣 40度比較大 只是你沒有分辨 那個大是你眼睛不容易分辨的 我舉個例 你們有沒有那個 你的家長開車的時候 他如果打方向燈 你跟他 卡卡卡卡 然後現在可以看 方向燈 方向燈是這樣是這樣 它是兩個金屬片 它本來是貼到 然後貼到之後會通電嘛 通電就會發光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那個金屬片呢 是一種雙金屬片 它兩個金屬片 放在一起的 它遇到熱的時候 兩個的膨脹系數不一樣 有的膨脹比較多一點 膨脹比較小 所以你看 假的我這邊膨脹多一點 我就就會彎過來 動一動 我這兩個 這一邊膨脹比較多 我就會彎過來 所以當我配偶真音是 本來接觸對不對 我如果彎過來 就分開了 分開就沒有熱了嘛 就沒有充電了嘛 又碰到 再分開 那油漿不會擺回來 所以這是最早期的那種 方向燈的那種計時器 但是遇到熱的時候 沒有那麼快 很快 非常快 它大概是 不到一秒鐘就可以 電話也是加熱了 蛤 這要怎麼加熱 你電流通過去就先加熱啊 電流通過去就先加熱 所以它是一直 而且你看 它不需要分開 它不需要分得這麼遠啊 它被預熱的時候 它開始分開一點點 就降溫了嘛 它分開一點點就降溫了 降溫之後就彈回去啦 它是靠兩個金屬片 在做擴張的改變 那你看像鐵軌 鐵軌為什麼 火車經過的時候 會有那個什麼聲音 因為它在中間有一個接鋒 因為它在中間有一個接鋒 因為它有一個接鋒 因為它的鐵軌跟鐵軌 中間有一個接鋒 為什麼鐵軌跟鐵軌的中間有一個接鋒 有一個接鋒 因為它不要讓鐵軌熱脹的時候 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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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假如是連在一起的 太膨脹 它就會這樣 就跟地球一樣 不是 就跟台灣一樣 就跟台灣一樣 台灣是這樣 它夾是趕快 碰在一起的時候擠上來 那邊也是熱 鐵軌 鐵軌如果太靠近的時候 因為鐵軌熱脹的時候 因為下接它很熱 它就膨脹 膨脹的時候它就擠上來 而且說真的 火車就 就這樣 就這樣 它就誇張 而且說真的 你不可能一個工廠能製造超長的鐵軌 可是我裝的時候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可以啊 可是你不能連在一起 因為它會 就是不能連在一起 而且如果就是連在一起 它實際上有時候不是這樣的 有時候它如果是歪掉的 同樣呢 這樣就出軌了 就出軌了 所以我們鐵軌的中間就要接鋒 接鋒的時候它都可以開的時候 很縮嘛 接鋒會稍微變大 越來越大 越大 但是這個大到不會輪子 輪子還是卡得住 因為輪子你看 鐵軌 火車的輪子是長這樣子的 總之它們有經過幾個七歲 它中間是卡的 就是鐵軌嘛 它旁邊有個接鋒 所以當它在走的時候 這內圈是外圈 看不到 我當過這個接鋒的時候 我只要這個輪子 等一下 你在講什麼東西 它們看出來了 然後我就扯 為什麼你會把兩個圖從裡面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去凝結 好了 我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 這是輪子的內圈 這是鐵軌 喔 喔 你畫在側面 我畫在側面 這是輪子這樣子的 鐵軌 是這樣嗎 鐵軌是被包住的 所以它才不容易倒 鐵軌跟輪子是這樣子的話 它不容易就滑掉了 等一下 它下面有給它凹進去 沒有沒有 我也要拗進去 拗進去 拗進去是怎樣 沒有 它輪子 就是變成一個抓 欸 不對啊 這樣子你連鐵軌都要變圓形的 是 要不然你要怎麼轉 阿鐵軌在哪裡 阿鐵軌在哪裡 會找到人 不是 可以 會轉到人 你是在鐵軌嗎對不對 對 阿可是我說的是它中間不會 可是你抓住的話它怎麼 輪子如果一圈都是抓住的話 它怎麼轉上來 蛤 蛤 你輪子被抓住了你要怎麼轉動 轉動 輪子要轉動 轉什麼輪子要轉 你才能先進 那它是這樣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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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你 它這樣轉一圈 它起來 它沒有要轉動 它根本 不對啊它根本穿過一輪 對啊它穿過一輪 你放得進去哪 好險我問你 你假如有人抓住你 夾他車的輪開 那你為什麼不改電動 呵呵 不是啊 你這樣的輪子進不去鐵軌啊 譬如說鐵軌對不對 我這個輪子我進不去啊 哦 都進去啊 蛤 這樣子就那個 導致一彎 給它 可是輪子這邊也有啊 它一整圈都是 有這麼一圈的 它一整圈都是夾起來的 你要怎麼 對啊 好 它就這樣 它就這樣 它跨浪圈都沒有問題嘛 旋轉的時候它也不會拖回 所以它這個 冬天它 冷出的時候 它這個裂縫比較大的時候 我只想說 這個旁邊就跨得住 它就不會有拖回的問題 旁邊這一圈腳跨上 不會有拖回的問題 所以這還好 而且熱浪的時候 本來最清楚來講 它的膨脹係數非常非常非常小 只有千分之極而已 好就是一千公尺的 咦 它的聲音都是空空 咦 咦 你在幹嘛 空空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兩根鐵軌不會剛好在等長 左右兩邊鐵軌可能在那邊 所以你看 碰碰碰 碰碰 它不會剛好在這邊 碰碰碰 不會 它兩邊鐵軌不會 鐵軌有轉彎嗎 假設每根鐵軌 假設每根鐵軌都是一樣大 一樣長的時候 我在轉彎的時候 內圈接的比較少 不要少 這邊的線比較多 沒有什麼意思 我心裡發平淡 OK 平淡不要忍心 好 那熱浪冷縮還會平常用在哪裡 哪時候需要用熱浪冷縮這個原理 平常生活上會用在哪裡 溫度計算 剛剛誰說的 誰說的 我 OK 對 那我說的 好 溫度計的設計怎麼設計的 熱浪冷縮 熱浪冷縮 欸 我也要吃巧克力 那裡面那個是溫度計 不是啦 它不是 它不是溫度計設計 是長這樣 好溫心 我現在畫的是比較 放大的溫度計 我現在畫的是比較 比較 放大的溫度計 我這裡面裝了 酒精 好噁心喔 原來是酒精 當然也有人裝水銀 也可以裝水銀 好了 聽到黑氣熱的時候 酒精是會膨脹的 酒精壞啊 酒精壞啊 酒精會膨脹 水也膨脹 它膨脹的時候呢 它就 愛的飛彈 你每次都不丟 也不加蛋 而且水真的不好 它就膨脹 從這邊開始膨脹 膨脹 膨脹到這邊 欸 你有想到 為什麼這邊水膨脹那麼誇張 從這邊 從這邊膨脹這邊 這樣太誇張了吧 因為它又不是小牙 因為它不是小牙 蛤 它比較敏感 為什麼這段的水比較敏感 因為 變熱了 日日 因為下面有一大頭 一大頭怎麼樣 年 hormones 我會 又會 幫助它解釋清楚 你要解釋清楚加一點 我這一級的經歷 過後活了pload 都加不到10點 好啦 有同gamz上反應 所以我昨天晚上有睡夢 睡覺的時候 做夢的時候想到這個事情 很嚴重 所以譬如說很多同學entry 我一學期都加不到10點 所以我就放棄了 我又不加點了 所以決定把它在家裡延長到畢業 蛤 就是你在家點呢 是一直沿用的 你可以延長到畢業 你這一個學期的點可以累積到下個學期 下個學期的點可以累積到下個學期 會一直不斷的累積 不是 五點就可以吃了 蛤 改吃五點就吃啊 我吃不改你的問題 不行啊 不行啊 這樣改秉人就會表示 我都療了份 秉人已經吃過 現在秉人是欠我一點啊 那這樣一點 以後我要開始扣一點 累積五十點要請我吃麥當勞 對不對 譬如上個睡覺 那我 上個躺下來就扣一點 對不對 扣十點之後請我吃麥當勞 對不對 有道理吧 有道理 非常好 這個點是不是可以累積到畢業之前 假如你畢業前可以累積一點 上個去凝結了 上個凝結了 現在開始不算了 下次兩次扣一點 誒 你有怕太大了嗎 蛤 只要因為你只腳上 誒 你都已經開口票了耶 閃緊的啊 行了 真的假的 好 好 好 所以 這樣一點的件事情 就是這樣 假設你今天 禮拜畢業之前呢 你上我的自然課 我剛剛講說睡覺靠一點 那個人還在睡覺 你很遜耶 對啊 好 那個都要丟嘴 再隨便 呃 哈哈哈哈 他偷偷偷一 兩點切啊 他偷偷 真的嗎 你知道嗎 嘴巴 嘴巴 用臉切吧 嘴巴 對 漂亮 我好像不肯要轉彎 你的肢胎非常緊張 知道都通過她的頭上 同志解釋清楚 加一點 解釋不清楚 那你解釋定幾 絕對 下課嗎 下課 然後我找歡迎捷 我是一般